哈哈哈哈 呃 哈哈哈哈 呃 有生兽无生 下 啊 什么 村长哑了 原因是这样的 灰太狼把村长抓回了狼堡 以为村长得了口吃传染病 于是用大量的药物 将村长的口吃治好 但是由于用药过量 导致村长的嗓子哑了 灰太狼太可恶了 村长 需要我们在他身边呀 如果村长不小心眼镜 跌了 不仅叫不了 又看不见 那走路多危险呢 要是村长没了眼镜 被石头绊倒怎么办呢 万一村长不小心掉进陷阱 眼镜看不到 又叫不了救命 好了 暖洋洋你就别说了 我们快去找村长吧 好 不用去找了 暖洋洋 为什么说不用找呀 我没说话呀 是我在说话 村长可以说话了 怎么声音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我发明了声音模仿器 可以模仿任何声音 村长 你的脚怎么受伤了 说起来也奇怪 我刚走路的时候打了个喷嚏 不小心弄点眼镜 接着又被石头奔倒 最后还掉进了坑里 那村长你是怎么得救的 我模仿唐鹅的声音 呼唤唐鹅将我救出坑 然后呼唤蚂蚁把我的眼镜找到 最后叫蜗牛兄被我到这儿了 村长 这声音模仿器能借我玩吗 我也要玩 你们来试试本大王最新天才发明 昏睡声波枪吧 小羊们 快开门 灰太狼 别做梦了 我去让你们做做梦 慢点 来吧 村长 灰太狼用催眠声波枪把大家都给催眠了 什么 村长 你的模仿器可以模仿住任何声音吗 那当然了 你想干什么 好 我先去引开灰太狼 我先去引开灰太狼 村长 你趁机模仿灰太狼的催眠声波 好办法 好办法 收获很大 还有我 可恶的喜洋洋 看你的腿快 还是我的声波枪快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好好说 一二 放 我会回来的 阿贝牙牙 村长会不会怪我们呀 村长还在睡午觉呢 等我们玩够了 再悄悄地放回去不就行了吗 可恶 想不到我的天才发明 竟然输给了慢洋洋 想不到小羊自己出来送死了 辣洋洋 我们打算怎么玩呢 我们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 机会来了 老洋洋洋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 我用蜜蜂语说灰太狼 偷吃了许多蜂蜜 那洋洋你呢 我用黑熊的声音说 灰太狼想抓走熊宝蜂 我什么时候找人急了 小朋友不要玩的太过分了 回太狼 什么东西啊 村长 对不起 我们弄丢了你的声音模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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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村长 您怎么会有声音模仿器呢 这个是后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是声音恢复法 吃了它 我就可以恢复声音了 吃了它 不好了 村长 蜜蜂家族和黑熊夫妇 撞破铁门 冲进阳村来了 什么 我太聪明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一定是小羊都给收拾了 怎么会这样 哎呀 灰太狼接住 犀太狼接住 又模仿器又失败 我想到了 这次看你们怎么挡我 大门修好了 灰太郎不能轻易地进来了 懒洋洋 帮我开门 懒洋洋是在干什么呀 懒洋洋 是灰太郎的枪控制了懒洋洋的意识 村长 快用声音模仿器模仿拿枪的声波 废洋洋 赶快把卖洋洋的声音模仿器给砸烂了 怎么样 没辙了吧 到你了 石洋洋 村长 快走 抓住石洋洋和麦洋洋 村长 快逃啊 村长 快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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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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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咯 慢洋洋 我不是慢洋洋 我不是 我的枪啊 你不能说话 拿到枪也没用 你吃了什么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灰太郎 饿有饿报 慢着 那儿 束手就擒吧 慢洋洋听命 灰太郎 听命 完了 灰太郎 我让你到包包大人那里去自首 听命 灰太郎呢 灰太郎呢 灰我赶跑了 村长 你的声音怎么 我吃了声音恢复完 能说话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愿出现问题 声音也变了 纯粹是失误 我觉得村长的声音好好听啊 无论声音怎么变 村长永远都是我们到横村长啊 任何队 来啊 灰太郎 你已经招认了自己过去犯的错误 灰太郎 看我怎么处置你 包包大人 我是压房的